陆军两栖侦察营俗称海龙蛙兵 驻扎在澎湖、金门、马祖等等离岛地区 常年执行敌后渗透任务 而现在传出为了强化首都圈中枢防卫 国安高层打算将外岛的两栖侦察营 全都调回本岛 进驻淡水河口 放弃外岛防线的经营 这是不是符合战略需要 也值得商榷 另外海龙蛙兵一旦会防台北的话 外岛加级将减少9700元 海清加级恐怕也不适用 这对于招募来说将更填困难度 陆军两栖侦察营的海龙蛙兵 有水轨之称 是我国最精锐的特种部队之一 原本驻守在外岛 但受到无二战事影响 国安会跟参谋本部 严厉强化首都圈的防务跟反斩首能量 计划将金门、马祖 还有澎湖外岛的两栖侦察营 全都调回本岛进驻淡水河口 其实海龙蛙兵它说实在 它是一个比较具有前进 或者是一个攻击性的部队 那你说它放到这个淡水河口 其实很重要 可能也有再去做是防止敌人的渗透 或是我们把精锐放在这个地方 只是要靠着海龙蛙兵反制敌方 攻进首都 但部队调回本岛 官兵的外岛加击将减少约9700元 加上淡水河跟基隆河流域 在海情试用上有疑虑 可能也将少了12000元的加击 招募恐怕受到影响 而海龙蛙兵每年都会跟美国海豹部队 在澎湖水域进行闪光操演 美军在台设立新的特战合作组 借着侦查营搜集第一线情报 加上近年来投入数千万 在金门澎湖建设新市港情设施 今年就要启用 跟美军势必有磨合 这种氧气营 它的确是可以担任 就是敌潜渗透的任务 潜入去征收情报 或者进行特殊位置的一个 就是袭击 共军进入台北市 有五大水路通道 除了基隆河跟淡水河 另外从金山经过阳明山 从基隆沿着高速公路 或是从雪山隧道 都是便捷的管道 海龙蛙边若班师回到台北 凸显军方在反特攻 反斩首行动上的重视 但外岛的防线该如何填补 政治跟战略意义 值得再思考 记者修流程台北报道